乌克兰在前线已经展开反攻 这次反攻有一大特点 就是乌克兰很多进攻主要是在夜间发动的 背后有两点主要原因 第一 乌克兰有着更好的夜战装备 从去年开始 北约先后援助了几万套的夜战装备支援乌克兰 而俄罗斯在光学成像设备上 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欠缺不少 第二个主要原因是乌克兰缺乏制空权 在白天进攻非常容易被敌方的无人机侦察到 出动直升机和战斗机 就会对地面部队带来不小的阻碍 根据前线的情报 俄罗斯空军在过去一个周以来非常活跃 我们也看到了俄罗斯出动卡52直升机 攻击乌克兰农民拖拉机的画面 这就是乌克兰为什么如此渴望 取得西方战机的重要原因 乌克兰国防部长在5月底表示 乌克兰可能大约需要100架西方提供的先进战机 其中主要以F-16为主 英国和荷兰已经成立联盟计划向乌克兰提供F-16 而目前美国已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F-16战斗机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分析过 其实几个北欧国家自己凑一凑 不需要美国人出手就可以为乌克兰提供 至少100架以上的F-16战斗机 比如说挪威他们的F-16战斗机已经退役了 丹麦他们的F-16战斗机今年夏天退役 荷兰今年年底开始退役 比利时的战斗机明年开始退役 那这四个国家 荷兰丹麦比利时挪威 他们的F-16战斗机加起来大概有130架左右 根据最新的消息丹麦明确表示 今年8月就可以开始训练乌克兰飞行员 而荷兰则表示 夏天就可以开始训练飞行员 一般来说需要几年的时间 才能训练一名合格的战斗机飞行员 不过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 荷兰国防部长就表示 他们的目标则是在六个月之内 完成对乌克兰飞行员的培训 除了F-16战斗机 最新有消息指出 乌克兰可能获得澳大利亚的 41架F-18大黄蜂战斗机 这批战斗机是澳大利亚在1980年代 从美国获得的F-18AB型号 澳大利亚在1999年至2007年 对这批飞机进行升级 升级项目包括添加了ANAQ-28瞄准吊舱 更新了新的电脑系统导航系统 能够发射AIM-120空对空导弹 并且加装了ANAPJ-73机载雷达 以及新的联合头盔显示器 和ALR-67雷达报警接收器 当进行空中作战模式时 ANAPJ-73雷达可以跟踪24个目标 在雷达显示器上以不同颜色区分敌我 同时可以呈现发射空对空导弹的 最佳时机和应执行的操作 通过手不脱离操作赶上按钮 就可以切换雷达显示其中的空中目标 并选择武器进行攻击 这些新的系统将使得F-18大黄蜂的作战能力翻倍 澳大利亚这些战斗机其实在2018年就全部退役 进入了封存状态 和北欧国家一样 澳大利亚之所以退役F-18战斗机 是因为获得了更先进的F-35 这些战斗机早在2018年2020年的时候 就已经被澳大利亚人给卖掉了 比如说2018年 加拿大当时就从澳大利亚购得了25架F-18 所以最后剩下这46架F-18战斗机 留存在澳大利亚的威廉斯顿皇家空军基地进行封存 在两年之后2020年的3月 澳大利亚国防部宣布将这46架已经退役的战斗机 出售给了美国的一个私人公司 而这些战斗机将在未来三到四年里 进行检修和翻新交给新客户 很多朋友会有一个疑问 这飞机已经卖给别人了 怎么又能交付给乌克兰呢 其实买这40多架战斗机 它这个私人公司叫做Air USA 这个名字起得非常霸气 但它其实是一个私营公司 并不是美国空军官方 这个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空战训练 是美国政府的国防承包商之一 主要其实就是为美国和盟友提供空战训练服务 以及假想敌训练服务 所以作为假想敌训练 使用二手的战斗机成本比较低是比较合适的 不过2020年签订合同之后没多久 我们知道新冠疫情爆发 而这些飞机自2018年退役之后 长期处于封存状态 就算想卖给客户需要大量的时间进行返修 但是因为疫情爆发 那这些飞机的返修工程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所以目前还没有完全交付给美国的私人公司 虽然是美国的私人公司购买的 但这间私人公司有着非常深厚的美国政府背景 在美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 他们将本来自己购买的F-18转交给乌克兰 是一件非常可行的事情 那么假如F-18真能到达乌克兰 会给乌克兰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该战斗机虽然是老战斗机 但是在服役40多年的过程中 澳大利亚空军对此进行过多次升级 达到了A++的标准 拥有了更多更新的F-18C战斗机的功能 比如它更换了增强型的ANAPJ-71雷达 同时可以携带很多先进的导弹 比如大名鼎鼎的AIM-120 也可以携带美国常用的激光制导炸弹 JD-AM制导炸弹 以及鱼叉反舰导弹等等 他们的综合性能和乌克兰能够获得的F-16战斗机相似 目前北约最有可能支援给乌克兰的 其实是荷兰空军要退役的F-16ABBlock-20MLU型号 他们是从最早期的F-16AB进行升级得来的 这两款战斗机 荷兰的F-16和澳大利亚的F-18 他们使用的武器基本一致 你发射的我也能发射 不过澳大利亚的F-18相比F-16有两大优势 第一就是载弹量 F-18再怎么说也是双发动机的战斗机 载弹量要比F-16更大 另外一点是它的雷达性能更好一点 主要是因为F-18是一个双发动机的中型战斗机 它的发电量和雷达体积都比F-16更大 所以在相同技术水平下 雷达探测距离和各项性能都更好一点 无论是F-18还是F-16 他们都比乌克兰现在使用的米格-29和苏-27 性能提升不少 能够非常有效地帮助乌克兰重新夺回制空前 并帮助地面部队更好地发动进攻 不过和F-16一样 乌克兰取得战斗机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培训飞行员需要大量时间 短则几个月 长则几年 不过如果采取飞虎队的模式 聘用西方国家的成熟飞行员 那么乌克兰将可能更早地使用这些战斗机 除了战斗机的新闻以外 美国近日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这一批军事援助主要以各型火箭炮 炮弹以及爱国者导弹为主 在过去一个月时间 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 乌克兰的防空导弹消耗数字十分巨大 其实乌克兰除了需要更多的防空导弹 还需要更多的防空导弹系统 比如说爱国者系统 因为乌克兰整个国家复原辽阔 单单为了守卫基辅这个大城市 可能就至少需要两套爱国者 还有一些其他的大城市 比如说奥德萨 哈尔科夫等等 现在乌克兰在前线作战 也需要爱国者提供防空支援 但正是因为俄罗斯不间断地 对乌克兰大城市发动进攻 使得乌克兰不能够把最先进的防空导弹 布置在前线 这就导致一个问题 乌克兰反攻的前线 没有有效的防空武器 目前北约的当务之急 除了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战斗机 还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爱国者 以及其他防空导弹系统 西方国家提供防空系统和战斗机速度 确实太慢了 如果去年就开始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和F-16 那么今年乌克兰就已经可以用上F-16战斗机 而前线很有可能会使用爱国者 进行防空拦截 如果这次乌克兰大反攻 能够在前线部署至少五套爱国者系统 那么就算没有F-16的帮助 俄罗斯的战斗机和直升机 也绝对不敢出现在前线 今天关于F-18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是子定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